这是一场不普通的海上联合演习 堪预告的演习阵容参加的舰艇并不多 而且演习的性质就是保护海上交通线 打击海上恐怖主义活动 没有航母参加 也没有特定的作战对抗环节 但是这并不影响西方媒体的借题发挥 关于这个演习的消息 一开始是伊朗方面率先发出的 而且似乎也只有伊朗在不断更新信息 在12月2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证实了三国军演仪式 表示根据中国、俄罗斯、伊朗三国军队达成的共识 中俄一海上联合演习将于12月27号至30号 在阿曼湾地区举行 中国海军派西宁号导弹驱逐舰参加 根据伊朗半官方法司通讯社的报道 俄罗斯将派出三艘军舰参演 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一些媒体 对这次演习显然有些孤独敏感 认为在美国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之际 伊朗正寻求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一场普通的海上联合演习 为什么会引起美国及西方媒体这么大的关注 这与近期波斯湾地区紧张的国际局势有关 华盛顿认为 伊朗是9月份对沙特石油设施 实施袭击的幕后主导者 伊朗对此予以否认并警告说 任何针对它的报复性攻击都会导致全面战争 与此同时 德黑兰也开始在2015年 与世界大国达成的核显议之外进行有浓缩 俄罗斯专家认为 俄中伊三方联合海军演习的消息 由伊朗发布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伊朗打算向世界展示 自己有两个可靠的伙伴 与在美伊关系史无前例的紧张时刻 在地区热点附近举行海上军事演习 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不寻常的事件 不过一些中东问题专家 似乎觉得这场演习的本身的意义和作用 不仅被美国及西方媒体夸大了 也被伊朗方面做了一些符合他们需要的隐身 对伊朗来说 中国肯定急于宣称跟中俄走得很近 现在德赫兰客观上需要展示自己有更多的朋友 但中国领导人在2016年访问中东时就说过 我们在中东坚持不寻找代理人 不搞势力范围 不填补权力真空三部原则 我们在中东海域的活动主要就是防海盗 为地区安全提供公共产品 实际上我们在中东地区也一直比较中立 坚持奉行不结盟的政策 而且与一些西方国家及俄罗斯相比 中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 都是比较小的 西方国家在中东搞了多少军演 中国一搞联合军演 他们就说三道四 凭什么他们能搞 中国就不能搞 所以这场中俄一联合海上演习 就是这个地区每年举行大大小小 很多军演中很平常的一个 别想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